勾錯了,應該是年度 他會按照年度的部分,幫我們去做一個 年度部分你會發現,勾選之後呢 他的這個地方結果不正確,為什麼呢? 各位可以發現,年度部分應該放在哪裡? 放列對不對?可是他放錯位置那怎麼辦?沒關係 幫他怎麼樣呢? 翻過來,放開,有沒有發現?就出來了 有沒有發現?如果說假如你的標籤放位置錯誤的話 本來他剛剛是放這堆,你可以把它翻過來,放開 這個時候呢,他就會按照每個年度 去做一個毛利的加總 OK,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是第四個問題 再來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在那個87頁這裡,除了說你可以把它放在 列標籤之外,如果你放在藍標籤可不可以呢? 其實也可以 它可以,這個地方差異只是說呢,它的方向 方向改變而已 那當然你也可以想說,那老師我是不是可以把營業處加進來 那當然也可以啊,比如說 你可以把那個 列標籤 為區域 藍標籤為年度 然後自然就會有一個 這個報表出來 這部分的話呢,你們可以試試看 這個是這個87頁的第四個問題 那再來的話,老闆又問了 各營業處 和年度的這個毛利總計 實際上就是我們做出來這個 這個是第五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 OK,我想各位先試試看了解一下 其實 蘇牛分析表它主要就是說,幫助我們快速的可以得到我們想要分析的一個資料 那主要各位要了解說,它的這個 關聯 主要主要就是這個藍跟列 中間放的就是我們的,比如說加總 或者是說你要做其他的計算 其實平均好像,或者是比數 小計等等都可以 那這部分我想各位先了解一下,把畫面先還給各位 同學有提到就是說,像這個 排序部分,比如說像我列標籤部分的話,預設當然是A到B 中區、北區、東南 那如果說你要調整,那你也可以Z到A 它可以南區 那如果說你要手動調整的話,它這邊還有 就是剛剛有同學有提到,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移動,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去手動移動 移動的部分,你可以怎麼樣呢 去移動 它的位置 比如說南區,你要往下移動的話,你可以怎麼樣呢 往下移動,下以南區 那這個順序部分的話呢,可以再做 這個調整 再來的話,年度跟那個 比如說再來第第五的部分,年度跟月份 比如說我今天呢,把那個音樂處勾掉 然後呢,我要增加月份,比如說哪個月份 它的毛利為多少的話 那我要知道結果,按一個月份就可以知道了 不過你打個月份之後,它不知道你要放在哪裡 所以我們可以把月份怎麼樣呢 月份的部分呢,可以把它搬到列 搬到列 不要放到那個池啦 因為月份加總沒有意義啦 所以加總月份沒有意義 所以把它 放到那個 列標籤,你會發現 馬上就會知道說 88年的1月份的毛利 88年的2月毛利為多少